來,我這邊呢 我要現開這個 我們的彰化儀惠的鰻魚 來,我們看一下 我入烤箱,我用180 烤了幾分鐘,六七分鐘 因為本來就熟的嘛 加熱就好了 然後換了我已經煮好了 然後我加了,洋蔥要給我 在旁邊 來,一顆就好了 我今天要做一個痛飯 我的鏟子呢 你看,我用這樣子 鏟起來,長長的對不對 對 這樣,我把它加熱,這個就不要了 好 來,加熱 這個也要稍微洗一下 好,今天我們請出了 我們的小幫手 Maggie 就是我們的小媳婦 好,這個我稍微加熱一下就好了 來,我放進去 180就好了 好,那這樣呢 我要做痛飯 痛飯呢 欸,我要做個那個叫什麼 嗯 叫做 我來用同一組好了 醬醬醬要切嗎 醬醬要切 來,你先幫我加點水 然後我要一點昆布 好,有點多,沒關係 來,再稍微一點 來,我教你們做那個叫什麼 柴魚高湯 好,柴魚高湯 你拿那個乾醇醬油給我 來,我們只一小段就好了 這個 這不要洗喔 不要洗 這白白的呢 就是它的精華 這結晶 這白白不是生股喔 看一下 這不是生股喔 這白白是精華的昆布 不要也到昆布喔 好,我就丟進 頂多沖一下就好了 好,在裡頭開火 好 另外呢 插一片在這裡 來,插一片給我 好 這套我要拿開了 好,好 因為我等一下要做什麼 做蝦 做蝦 好 還沒有放 先打開就好了 好 那我先把這個收到後面去囉 對,沒有錯 我們來 給我玻璃容器 來,我有 我們今天做 A組的蝦 A組的蝦 我現在要做 先把一道完成 這樣你們才會詳細喔 好 我現在水裡頭 放入了那個叫什麼 昆布 我要做 茶藝高湯 來,請這同時幫我拿起來喔 好 然後蛋也準備了對不對 對 好,蛋拿過來 來 我看水 這樣多夠 夠好 來 洋蔥呢 我這樣是逆切 這樣是順切 都沒有關係 我習慣會這樣逆切 這樣蔥會比較軟 洋蔥比較軟 所以呢 我只吃完一份 所以我只半顆兩顆就好 你家人全部家人吃 你可能一顆或兩顆 做多一點 那我示範一份 那現在呢 我們昆布呢 放進去來煮了 昆布放進去煮 好,然後呢 我茶藝片在哪裡 好,茶藝片在這邊 普通茶藝片是 下去馬上就要上了 來,你看我茶藝片 來,放過來 你放給我 我放在這上面 好,茶藝片放在這上面 因為我下去泡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幾秒鐘就好了 嗯,對 因為你下去會在裡頭煮 會撈不起來 這樣就夠了 好 你看哦 畫面上這裡頭 你看昆布在那邊煮 昆布其實煮一下子 就可以拿起來 但是也沒有關係 來,這茶藝片 你看我下鍋裡頭 我就是要有茶藝的味道 這樣就好了 好 我再幾頭煮一下 煮個30秒 來,Kevin 那個 你再幫我處理一下 來 再撈一下 這洋蔥再切 切一半 因為我水這麼多 我可能要切整顆 好 好啦 就這樣子撈起來 來 這是茶藝片 就不要放在裡頭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就要將這個拿出來囉 好 小心 小心 來 來 這昆布就不要了 這當然你還可以再煮湯 OK 好 這時候我要將洋蔥放進來煮軟 當然再給我一顆好了 因為我今天煮這麼多 好 洋蔥讓它煮軟 這很簡單的痛飯 那個已經在烤了對不對 對 好 那200度 來 老師已經量好了 裝好了一碗的白飯喔 你看看 哇 這壯丁就可以吃了 你到這大餐廳吃多麼的貴啊 自己在家來吃 好 這裡頭我要讓它煮軟之後呢 我放上柴魚醬油 如果你沒有柴魚醬油 普通的醬油就行了 普通醬油沒有關係 我等一下加 對 等一下就加 好 我大概洋蔥燒軟 然後我蛋先來打它 等一下放入蛋 一混是一個 對 分開 我今天是土雞蛋喔 用最好的土雞蛋 好 確定它是好蛋 好 確定是好蛋 放在一起 好這都不要了 然後等一下 打散喔 來蛋打散 我的白芝麻呢 好之後等一下撒上白芝麻 跟這個蔥絲 這我們必備的 好 洋蔥燒軟了之後 來 我來放入我們的 茶椅醬油或普通的醬油就行了 來 放入醬油 這茶椅醬油正在 它就不讓的顏色 這樣它就有味道了 這樣有味道了 好 好 然後呢 我準備呢 要倒入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蛋 我現在將這蛋 放進去的時候 我會成八字形 畫八字形 你橫畫 直畫都可以 這樣呈現來 這樣子 八字形 畫個八 畫個八字形 這樣子 好 請蓋子蓋上來 來 蓋上 好 讓它燜一下 很快的 我就是要讓蛋汁嫩嫩的 不要把它煮老掉 蛋汁嫩嫩的不要煮老掉 好 那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要倒出來了 好 那因為它湯很多 所以我可能就是 用湯瓢來幫忙了 因為湯很多 我一倒會倒很多出來 好 我們算個 120秒 差不多了 哇 你看看來 這邊你看 對 這樣就行了 本來是要倒出來的 那我用這樣子 來淋上去 來有沒有 這蛋是嫩嫩的 哇 淋上在這裡頭 有沒有 你看 然後一點湯汁喔 這樣燉飯喔 好 哇 太棒了 來這邊就不要了 好 這時候呢 我將蚂蚁 我切最優秀的中段來好了 秀氣一點 我把它切開 好 不要那麼大 好 你看 我切開之後呢 哇 哇 這麼豐盛喔 這麼多耶 沒錯 因為我買很多 大方的吃 不用怕 大方的吃 來 你看看 哇 這樣過癮吧 這樣過癮吧 你看 這在外面要賣多少錢 來 撒上白芝麻 好 那加上呢 我切下的蔥絲 然後泡了冰水 它就捲漆了 放一點這樣 這樣 漂亮喔 有 好漂亮 這樣看起來 這個很值錢吧 出去外面吃也不會這樣 不不不 沒有這麼大盤 對 沒有這麼多 這個收起來 我當然拿 因為時間關係 我先處理好了 來 拿那個 平板跟那個鍋子 來 我有留兩個 牙切料給我 來兩個 好 其他我處理好 來 來 我留兩個來 教你們怎麼來處理 我們的蝦 蝦怎麼處理 來看一下 你看 從眼睛這邊 眼球 因為你在處理的時候 它會爆嘛 眼球這邊會爆 好 好 還有兮兮 菜味蝦蝦 剪掉 來 然後呢 這尖尖的地方 怕被炸到 剪掉 好 最重要蝦怎麼處理 因為呢 蝦的蝦膏很好吃很營養 你把整個剝掉 這很可惜了 但是呢 有一個胃狼 你一定要拿掉 你看 這邊有一個刺蝦 尖尖的地方 你怕手被尖到 你看喔 我用剪刀這樣剪掉 把這個剪掉 剪掉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胃狼 我把它挖出來給你看 黑黑的胃狼 有沒有 看到沒有 好 最髒的地方 不能吃的地方 就在這裡 你看很明顯的胃狼 有沒有黑黑的 好 鏡頭應該都是很清楚的 好 這個胃狼拿掉 其他蝦膏都可以拿掉 你不要整個把它拿掉 你看 哦 我用手抽 你看 整個這麼多 這胃狼 不要 可以給我紙巾 好 你看這個抽 這樣你就其他通通都可以吃了 好 同時呢 在蝦子緩解緩解 第三節的時候呢 用牙籤這樣扎進去 好 手按在牙籤上 輕輕的 這樣抽掉腸泥 來 你看啊 我輕輕拉出來 有沒有看到 哦 砂糖這樣拉出來 對不對 哦哦哦哦 好 這麼多 這個不抽起來就吃起來就刷刷 這邊有點斷 我再從後面再把它補一個好了 好 拉出來 好 這個腸泥 好 那抽完之後呢 我要把它開背 開背的話 比較容易入味 而且體積看起來比較大 哇 這蝦好大隻哦 這種上緣 那現在我就來做這一道囉 好 我們這個就是 全國儀惠的A組 海鮮的A組呢 裡頭有蝦 所以這裡頭呢 應該還有一個醋 有一個酒 酒 好我來我來我來 來我直接用好了 好 來 酒呢 我來去腥 來 這裡頭淹點酒 等一下我也要嗆點酒 好 來切切的好 這樣拌一拌 拌一拌 拌一拌切切的好 好 快一點點去腥就好了 對 那請女子 哪個水 我把它這倒掉 水分倒掉 不然等一下會爆 我這蝦呢 我就直接由這邊加熱 來 我就放進來 蝦很快熟 蝦很快熟 溫度不用太高 溫度不用太高 我的節能板呢 溫度慢慢上來 好 我們把溫度慢慢上來 好 讓它變色之後 我再將這個蝦拿出來 我們再繼續來做這道 很簡單 你也可以請客 可以請客用 好 這白蝦 然後最基本 你們吃白佐的嘛 鹽水裡頭汆燙 然後就這樣子吃 那是它的鮮甜味道 它有各種吃法 各種吃法 那我做這種吃法 是你可以驗客的 可以驗客 你看它顏色慢慢變紅了對不對 是 好 你看這蝦 這樣子很漂亮 顏色很漂亮 黃嘟嘟的齁 好 那我再加點油 因為這油溫很高 我再加點油 我們炒溪躲得遠遠的 好 好 這時候我先炒新香料 請記得 大蒜容易焦掉 所以先放薑 薑末 蔥末先放進來 好 先炒香 溫度不用很高 就先炒囉 現在你不要吃像以前的高溫即少 然後呢 油就往你這邊冒了 好 好 聞到香味了 好 蔥薑香味之後 我再放大蒜 好 蔥花我留著幾多錢才放 好 我溫度不用這麼高 因為它節能板已經很高 好 這時候呢 我要先放什麼 辣的半醬 啊 你要辣的話就多一點 好 好 這樣炒香 嗯 要給我糖 好 那這邊這樣炒香 還有番茄醬炒香 番茄醬 這邊請幫我裝點水 用這個裝水 裝水 裝水 好 來 我再放點 放點水 好 四面來洗一洗 放點水 好 不用太多 然後我來放點糖 因為它溫醬有鹹味嘛 來放一點鹽 放一點鹽 它沒有鹹度 放點鹽 好 我來放點糖 來 加一點糖 好 這樣子 來 這時候呢 我們再將蝦 蝦倒進來 好 放盤子 來配炒一下 這個就是你酒食上吃的大家 如果雁克或是過年的時候你買到明蝦的話 你就變成乾燥明蝦 就是茄汁明蝦 好 這樣都已經熟了 好 起鍋前呢 我撒上蔥花 這樣就很漂亮對不對 好 這是雁克的菜色 好 有熄火囉 熄火囉 然後來 這些都鎖起來 好 這些調味料都鎖起來 我要把這兩道菜排在前面 看一下 這一道好吃的 茄子明蝦 它帶點微辣 大蒜味道可以重一點 你看這請客就很漂亮了 你看 今天有沒有簡單 我們用普騷馬 來做蚂蝦通飯 今天我故意把它裝得很大碗 看起來 請氣派 這個呢請客也是很氣派的 來 再次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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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